BIG BIG CHEF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國威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 Happy Sharing 各樣不同的食譜 這次就和大家做一個叫做 印尼千層膏 在桌上我們會看到有 木薯粉、珍米粉、有砂糖 熱水、椰汁和斑蘭香油 好了,可以開始做了 其實看到的材料就非常簡單 其實你在很多地方、超市場 全部這些材料都可以買得到、找得到 我們就把所有的粉混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加我們的椰汁 我們就把粉混合在一起 今次我們做的有九層 那九層是可以逐層揭開來吃 你小時候 我不知道吃的時候 你有沒有試過逐層撕開 我就是這樣 大家記住 今次這個份量做出來 我想可以夠三十至四十人 每人有一件可以吃到的 好,當你看到這個粉已經是差不多 和椰汁混合在一起 我們就需要把 砂糖和熱水加起來 這個已經是把砂糖和熱水 已經是融合在一起 記住你煮完之後 不要熱辣辣地倒進去 這一盒的胡椒裡面 要攤回去暖一點 一邊攪拌 一邊就加這個糖水 好,記住繼續攪拌 很簡單 這個步驟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為什麼要加一格它呢? 因為你這樣攪拌 其實它是有些粉還未溶完 肉眼看是看不到的 但你用的隔就會隔走它的醋 所以這個步驟是絕對不可以省的 接下來就是魔術的時間 大家看到為什麼會有兩份份量在這裡 在梅花間竹來說 我們有一層會是綠色 一層會是白色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份量分開兩份 有一份加了斑蘭香油 就會變成綠色 好,一開始雖然我說 大約是10毫升的份量 我們都盡量不要加 當你去攪拌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開始看到它的顏色會出來 但是蒸這個千層高 你去蒸完出來 它會更加深色的 如果把它變成很深的綠色 你蒸出來 是黑色就不漂亮了 我們一切準備就緒之後 就已經可以開始去蒸了 說明一個是五層,一個是四層 首先第一層一定是綠色 有斑蘭油 要確定盤裡沒有水 記得筆之前先攪拌一下底 基本上每一層我們筆兩殼 蓋上每一層大概是六分鐘 先蒸第一層 那你就看看它會不會變透明 如果它變透明的話 就代表是成功的 要確定每一層都要蒸熟 你才加第二層上去 否則整份的材料 整個的千層高 你就會蒸不熟 只不過我去到第九層的時候 就是最後那層 綠色那層 你多加一分鐘上去 那就已經可以完成整個千層高了 用玻璃兜 你將它放涼一會兒 你只要放一點空間 它就會整份自己掉出來 登登 登登 這個印尼千層高已經完成了 不過提醒大家 一定要趁熱吃 而這個印尼千層高 如果你放隔夜的話 就不會那麼好吃 快點吃 好